你要不要?不用了,谢谢 进来之后,CAD就看到了 看到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它这上面的面板还有什么常用、插入、铸解、参数式、检视、管理一堆的 这个其实跟Office2007以后的版本不是也是面板 很多人本来习惯用2003,突然跳到2007就不习惯 所以如果说你要相容于前几个版本的话 特别注意,我们有几个方式 第一个,你可以把它切换成传统的界面 传统的界面该怎么放?请各位看一下 在你们的画面下方,会有一个工作区的切换 有点像齿轮,有没有? 齿轮的地方,讲这个之前,我刚开机的时候 你这样拖拉,它会没办法调整 你要等到它开起来,大概等个一两分钟吧 你不能马上调整,我刚刚一马上调整,没办法调 可是你当它全部开机的时候,你这样调 我习惯大概调这样,你可以大概调比画面稍微再小一点点 就是大概放这样子,然后来做图,其实我觉得也还OK 好,这边刚刚说明 我要怎么样调整跟传统的界面 类似,你可以找到齿轮 工作区切换,在右下角这里 你会看到有一个,它预设是这个字图与注解 还有3D的,如果你要画3D图,就把它切到3D的 其中有一个是什么?autocad典型 请各位调整到这个autocad典型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autocad的环境 就会重新怎么样,重新跑过 那跑完之后,你可以发现,它这边会浮一个什么? 这个是一个工具列,这个工具列目前用不到 所以怎么样?把它叉叉 那这个面板目前用不到,所以请你也把它叉叉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工具列,左边有一个,右边有一个 请你把右边的这个叫惠虎工,有了习惯这样,把它怎么办呢? 把它搬过来,放在哪里呢?放在这里 放开,就放一起就好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标准的2D做图环境 以后反正你一来,开起来,就切到autocad典型 然后呢,把两个关掉之后,把这个拖拉过来,这样就标准 以后就这样就好了,了解意思吗? 反正你就一开机就是这样,这是2D的标准环境 我的标准环境就是这样子 那将来如果你要画3D,我还有3D的标准环境的这个画法 这样子你无论你在哪一个版本,都一定会有autocad典型 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呢?比如说你环境乱掉了 假设你不小心把这个,这应该是工具列名称,这个应该叫修改工具列 不小心关闭了,这个也不小心关闭了 那你要还原怎么还原?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这样把它再点一下,点一下 点一下autocad典型,这边也可以 或者在下方,下方有个齿轮也可以 你会发现,再重新点一下,它又恢复,在这边也可以 这边跟这个右下角这一个,跟这一个其实是一样的 autocad典型 那你就记得点完之后,把这个拉过来,放开,这样把它关闭,关闭,插插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干净的环境了,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画图了 OK,我想各位先试试看,先把我们的环境调整成autocad典型的工作环境 好多红了 解案 是 解我 操作